就一个要求 就一个要求 如果您真觉得 这位女士 不管不顾 飞蛾扑火扑下了你 让你感动 对待你所有的事没有犹豫 你还有一分感动的话 就特别希望您能坦诚 您说我就下定决心了 我愿意为你放弃一些 让动一些什么东西 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希望你也能为我放一些什么东西 坦诚是什么 说出自己心里真心所想的 您告诉人家就行了 您我没什么好说的 五十年了吧 您一直坚持您自己的那个东西 坚持了一辈子 那我不能让您现在改啊 也改不了啊 所以您自己琢磨 好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觉得她 为了我们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 看着 每天看着为我 坐这坐那 她的背影 我打心里感觉到心疼 都看一千 少年夫妻老来伴 我都想不到我这个年龄还会有伴 我觉得应该珍惜 就说这么多了 我是觉得她应该 多懂得去体谅别人 更能够有一些责任感 我也只能说这么多吧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预测一下 难哪 我真没法预测这个题 但是我真的想要建议 建议 我是建议这个女士自己离开 因为她永远做好人 但是可能永远得不到 自己想要的好的婚姻 我觉得其实她们彼此是有需求的 这个不仅仅是现实 感情层面上也是有很多 彼此能满足对方的地方 比如说这男士说 这个女生从不犹豫 这个女生觉得在这个家里的安稳 我觉得希望她们都能出来 我觉得两个人肯定都得出来 但是就是你得自我破壳呀 壳太厚 我觉得她们都会出来的 虽然我也是希望她们能够 各自去找到更适合她们的人 来吧 看结局 请开门 跟您说一句话 你得学会一些辫子 因为你过去那是你的爹妈 你怎么着都行 这个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个 萍水相逢 生活在一起有感情的男人 所以您得学会变头 要不然我觉得你太累了 就是挺心疼的 一辈子 青春时光全部付给了 给予自己生命的老父亲老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